地磚配合復古的紅磚色 繼續4021公里泰國自駕遊 我們繼續玩清賣 上集跟大家開箱 看了Yesterday Hotel這間這麼懷舊的精品酒店 今天我們去一間非常富有泰國傳統特色的藝術酒店 還要去一個在湖邊的cafe Yesterday這間酒店位於寧曼區的市中心 不夠五分鐘就去到寧曼一號 古城裡面又怎樣呢 今天我們就搬進古城一間非常傳統 充滿藝術感的精品酒店 泰國有千佛之稱 清邁就有千廟之稱 在清邁裡面有很多特色的廟 如果未來清邁第一次來的 一定會去白廟、藍廟、黑廟 那我們就深度遊 如果大家想看那些廟 就在右上角 我現在打出來的那裏 你們就可以看那條片 入到古城大部分的行程都好像單線行車一樣窄 然後轉左 其實剛才我們當的 在古城裡面很多行程中環交錯 如果兜錯了之後又要兜個圈 有少少迷宮的感覺 我們雖然有Google帶路 但是兜了一輪都找不到酒店 最後就要打給職員 問一下她的酒店在哪裏 職員都很友善 在電話裡 就教我們怎樣去 我們就終於找到了 職員妹妹很友善 還走到出來接我們 其實當日我們早到了 她說不要緊 早到就早點過來 有房間 所以一下車我就跟她雞噹不斷 說一下這間酒店有什麼設施 這幾天想著是怎樣做 怎樣玩的 就問一下她的意見 老實說 我來之前都知道這間酒店是 漂亮的 以雕刻為主 但是我沒有想過漂亮到這樣 進來就好像中了一些魔法 是不停不停地拍 這間圍住古城裡的酒店 所有的裝飾就厲害到不得了 而且她很近清邁古城城南那邊 圍住酒店的就是一些傳統的 泰國小店和市場 都非常有特色的 待會兒 check in 完 放下所有行李 再到處拍照拍下 雪櫃也挺型格的 小小小的 迷你雪櫃 看看洗手間 她也是配合古蹟的顏色 泥土色的去做設計 而且剛才我試過 她的鹼液很香 好像有些香薰味 對 手洗手間 有一個小木牌 很簡單地 整個套裝 已經放了封筒 在這裡 以前的一些改建 她是用舊建築改建的 一間酒店 最精彩的都是這座場 是 家製造一部不甘的床 現在拍攝都未必拍攝到 有一個立體感 以前的大電視 茶具都很精彩 陸地玻璃窗 整個 整間檔的尺寸 茶機都價值不菲 我覺得 是普通茶機 因為是立體感 激突的 很精彩 很細緻 對 自身古蹟其中 而且她用藝術感做主題 變成一些東西會特別精緻 我喜歡她 嗯 好了,先把它放進去 咦?不想散 相常在這裡 另一個角度 這東西是激突的 好像有名堂 酒店來自一個非常有錢的泰國家族 現在已經到她的第三代了 現在這個家族的富三代 還成立了一間雕刻的藝術公司 主要是經營一些東南亞的生意 做大量的手工藝雕刻 木製、泥土、黏土 什麼都做的 而且是出名 非常有藝術感 和精緻的 甚至有些人會買來收藏 由於整間酒店的雕刻 都很吸引我 而且我覺得很漂亮 很精緻 有別於一般酒店擺的藝術品 所以我就問職員 拿了一個廠紙 我們稍後都會直踩到那間廠紙 去參觀一下他們的藝術品 大家不要錯過了 記得跟著我們自駕遊 所有的雕刻 非常有納蘭文化的傳統 門口對石獅子 這對神獸就是保護主人 酒店等 而所有拱門上的雕刻 都有非常難教的特色 就是可以驅除惡運 祝福等 圍著整間酒店 都是一些古舊式的城牆 你說是不是很有特色呢 這裏就是它周圍的環境 中午或者晚上都很熱鬧 因為店員會開門做生意 現在我們去一間湖邊的餐廳 這邊應該是 是嗎?肯定? 是啊 清邁的市中心都很少高樓大廈 其實去到清邁 你個人就會覺得很心亢神異 如果去找一些咖啡廳 尺寸比較大一點 就更加舒服 這間咖啡廳就在湖邊 但是這間湖邊也接 是比較大一點 但是確定是一個 的這間湖邊就是 它整間最尺寸的 成縱上的 Randy 就是這個 要送一個 鑑水 所以我們應該去挑選 快當年 就是這一次 有一個 要在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拿麵包,然後拿麵包,然後拿麵包,然後送食物上 飲品是領舍多選擇 這個看起來蠻特別的 可以叫來一次 這個叫什麼? Double Dap Dap 我估計 我估計 已經下了一回 再加多一點 來吧 OK OK 那就看著出來 可以了 一般 是看景的 舒服 我想和朋友來吹一下水 也太舒服了 我覺得這杯好喝 感覺是涼粉 糖水 加咖啡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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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感是 軟過涼粉 很多 好喝 這杯 可以嘗 有玫瑰 有油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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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花生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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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碟 和我的頭差不多大 很香 冬蔭味 嘗嘗 嘗嘗 剛才說 我們的食物還未來齊 不過現在吃了幾次 配料 你們看這裡 飯是藍色的 它們染了一些 蝶豆花的顏色 看看 好香的椰子味 看看花生不生氣 好香 我覺得是 不夠 即是 雪藏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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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覺得這碟很香香 味道 很香 可以的 事不宜遲試試這碟 這碟 中間有很多細緻 物料 有吃的玫瑰花 椰子 椰子 包著來吃的 這個是傳統 泰式 前菜 試試看 重點是 這碟葉的味 上面有些好像沙律 但是這碟葉的味 很香 這個香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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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是想 以為小碟一點 你試不試 先試試看 好吃才吃 這碟葉 這個三文魚 不太大粒 好 先試試 好 很熱 老闆 我覺得 不是很香 但我覺得是 好吃的聞鹹 很香 這個味道剛剛好 挺好吃 我會給八分 加上整雞 給八分 如果外面的湖邊 如果坐到室外 都可以加多一分 就算了 我會給你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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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末 非常香 在試乳 there 很香 任人 批刊 現在進去這個園中 拍幾張照片 然後現在呢 左邊就是我剛才喝咖啡的地方 現在呢 外面呢 拍了很多車 那些路這麼有趣呢 是否真的在這裏呢 究竟我們去不去到目的地呢 下集一次過去幾間不同的咖啡 中途還看到一間很漂亮的廟 記住不要錯過了 下集片 早安